我另外還有一個觀點 是我發現到 因為先前其實有一些傳聞 就說高宏安跟黨內 大概溝通也不是很好 但有一些綠媒在興風作浪等等的 所以在這次事件之後 我們發現除了柯文哲 以及除了立法院黨團的總召邱成遠之外 沒什麼人聲援他 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就連民眾黨內部自己的人 包含是剛當選的台北市的市議員 或者是其他的民意代表 當選的或者可能選完的 沒人聲援他 這不知道到底是人緣的問題 還是說因為高宏安可能過去自己也覺得 我們都交給司法處理 不要對黨內宣布什麼的 可是我認為這就表示民眾黨本身 是一個不夠有團結 以及不夠有向心令的政黨 就不管過去怎麼樣 好歹是民眾黨未來為少 未來的希望吧 對吧 就能不能夠守住新竹 那當然是民眾黨未來正衰起壁的重要地盤 結果現在高宏安出事了 然後沒什麼人聲援他 就是竟然民眾黨除了柯文哲跟邱成遠之外 沒人幫他講話 然後大家都當選的繼續跑行程 落選的當然落選就不關自己的事情了 那充分顯現了一種無情 就怎麼會是像我這種別黨的人 然後來聲援高宏安呢 所以我認為這都是未來在野黨的這個整合 然後也都要必須好好加強的地方 因為如同委員所說的 未來最主要的目標 當然就是要下架民進黨 所以看到漢廷跟委員在這邊 我同意漢廷的說法 我剛才公開呼籲 這個高宏安我們用花椒準備 邀請你加入國民黨 這兩天幫你講話都是國民黨啊 沒有別的黨啊 加入新黨也可以啦 下面那個標題幫我換掉了 那個是綠媒報導 綠媒報導 然後被民眾黨否認 這個標題要換掉 綠媒報導 所以有這樣的聲音傳出來 對 那個綠色媒體報導 不是漢廷說的 不要換一下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一次 那當然呢 準市長要上任之前 在這個時間點 12月14號他就要先來開了第一強座 在這邊很多問題啦 包含了棒球場啦 包含了國小車站宿舍等等等等 好 再開了第一強14號之後 15號就被約談了 教授 我說應該是他可以宣誓就職沒有問題 但是什麼時候會被拿掉 我們不知道 也許看他辦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是覺得說他現在的那些一級主管 他主管或副市長 其中一個副市長應該是叫處理弊端的啦 然後一定要規定說 你那些一級的主管裡面 你多少三個月或半年內 一定要給我什麼東西 列管幾個東西 是我要去處理的啦 我不是土木工程的專家 我光是看那個棒球場 那個得標的那個 連那個本壘怎麼做都不知道 他怎麼可以標得到呢 就是有關係嘛 一定是派系或是誰的誰 好 OK 所以我們剛才講說 國庫通黨庫 在這裡面呢 就是說第一個就是說 他錢是怎麼給的 我們講說林志堅當然是因為 他老闆的關係嘛 然後小英哥特別喜歡他 我光是我就知道說 錢瞻基礎計劃 民進黨的立委都有quota 然後呢他這個quota裡面呢 還可以分到他們的那個 那個縣市的大學裡面的教授說 你才有欠錢嗎 他那個計劃 絕對是比60萬還多的啦 學者都可以做研究計劃 從錢瞻基礎拿計劃 你知道你再寫一寫東西 然後當然這次九合一要回饋嘛 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給錢 第二個呢 不只是說要給你花 其實我一直在講一個名詞 叫做償付移民 償付移民 就是說我給你計劃裡面呢 我給你double跟triple的錢 也就是說不需要那麼多的錢 而且錢太多是不能報 你不曉得怎麼報啊 如果是加一個零呢 OK 我看過研究計劃就是加個零的 那加四加拿 沒有關係因為報賬了 所以呢 表示說那些錢是必須要分享 償付於民間 重要關頭的時候 人事費用給你報 有些東西 甚至你就是要回饋 這些東西我都知道了 檢警調不知道 鬼才相信嘛 你們已經執政 所以你們就抓一個地方 新竹嘛 桃園嘛 然後跟基隆 這三個地方 你們就好好辦下去 半年內一定要有一個什麼結果 好 是不是就是擔心呢 被查出來 現在三岸花百億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預算 是不是倍增而已喔 甚至2.2億到16億 好 五十六十到一百零四 這個數字真的很驚人 那我們來比較一下 台灣在2017年曾經花了三千萬美元 大約是新台幣八億元 資助了前友邦尼加拉瓜 蓋了像是可以媲美 大聯盟等級的一個棒球場 那麼現在在新竹的部分 是原定整修 但是花了多少 12億 所以顯然大家就會覺得不合理嘛 那另外吳子嘉董事長也說了 新竹老縣長跟他說 林志堅執政頭四年 就像漢廷講的 沒有什麼工程 沒有什麼建設 非常的清廉 但是後四年大興土木啦 很多各部大廈都是家族蓋的 怎麼變更的呢 所以他認為 或許在很快的時間 甚至在明年就會有大戲上場 委員 民進黨搞公共工程 有時候簡直實在不可思議 那個預算 那種倍增 三倍增 四倍增 那種規模 表示說他們真的很有辦法 所以有人在批評說 柯文哲是什麼 國庫通黨庫落空 是民進黨 國庫在通很多奇奇怪怪的庫 不一定是黨庫 請問一下 民進黨編了很多的預算 用一種特殊的方式 讓民視得標 讓三立得標 這個是國庫通什麼庫 給我們一個解答 第二個 民進黨派了很多的 他們自己關係人所組成的這些網路公關公司 然後強壓著要鐵路局去編一個網路行銷預算 我就不懂啊 鐵路局已經賠錢了 賠到快沒有褲子穿了 怎麼還要去編網路行銷預算 鐵路局 我實在不了解鐵路局有什麼好行銷 行銷的 我真的不了解 那行銷它的車子比較新嗎 還是行銷它的票價太便宜 行銷什麼 那還花一兩千萬去編這種事 無非就是揚網軍 而且不只是在鐵路局這個部分 對啊 連這麼窮的單位你們都要來的撥銷了 這個國庫有什麼地方不能銷的 所有的單位都要編這些網軍的預算 你告訴我是什麼道理 傳媒的公關預算 那當然像中天TVBS是拿不到啦 也不用想要拿啦 那這個是幹什麼 這國庫通什麼庫啊 通黨的附水組織的庫啦 簡單講就是這樣子 而且還這個留到什麼 留到周一寇的一個雜誌社叫放言 你們誰有買過放言雜誌嗎 啊 留到那邊去啦 所以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在民進黨這個編列這個預算的部分 哎 巧莉明目前就這樣子 你可以看到 就是養側翼養網軍嘛 是 海荒鮑魚乾貝E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 跟蜜質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黏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EPA跟DHA的含量 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ZTI714 想有折扣喔